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哪里 在哪里 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财富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欢迎收看由核桃乳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为你独家冠名播出的 最强大脑 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 我们要让科学 标准起来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的由核桃乳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拨合六个核桃 要旅游找途流 牛人专线品质游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微信摇一摇 途流现金红包 领不停 看最强大脑 选牛人专线 那么您在抢红包的同时 也可以参与最强大脑的模拟挑战 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最强大脑 好 今天就是腊月二十七代过两天 就是除夕夜了 但在这里我特别代表 最强大脑的全体工作人员 向观众朋友们拜个早年 祝大家猴年顺风顺水 如意吉祥 大家身体健康 那么接下来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还有一位评审的位置 虚伪以待 他会是谁呢 他是纽交所 二百二十多年来 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市CEO 他是谁呢 他就是巨美优品的CEO创始人 人称率性的总裁 陈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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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以后 Bogato Wei在化妆室就开始紧张 他老是在网上搜你的照片 一看就跟化妆师讲 你要把我画得稍微好一点 看不看最强大脑 看 当然看 那给我们一个理由 为什么到这个舞台上来 曾经我自己以为自己有一颗最强大脑 但没有珍惜 但当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开始追回莫及 当时我感觉上是 How can it happen 怎么可能 对啊 就像变魔术一样 所以今天到这里 我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代言了 我想用我自己双眼 代表他们来见证这一切 看这是个奇迹 还是魔术 还是个把戏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 去见证这一切 请入行 好 谢谢 好 那么 今天的挑战将是怎样的一个局面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发现之旅 陈门 陈门 奶奶奶奶 我想捡一匹大马 我想捡一匹大马 行啊 我来救你 好吗 再把戏 都捡一匹大马 这窗花呀 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一到过春节 家家户户都要捡窗花 特别是这团花 它寓意着 吉祥如意 团团圆圆圆 丫头 你要好好学 妈妈 我一定要学好捡窗花 这样爸爸打完胜仗 就可以骑着大马回家过年了 好 我们这个舞台上洋溢着过年的气息 我们这个舞台上一共有231个展开的窗花 那在我的右手边呢 这个滚筒上呢 是与展开的窗花相对应的 231个折叠的那个窗花的样子 那么这些窗花的制作者呢 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民间艺术家 他们分别是呢 张世俭指的第三代传人张灵帝女士 还有第四代传人李万华女士 大家好 这大家新年喜气洋洋 红年财源滚滚 好 我们台上这些绚丽的道具 到底是为谁准备的呢 我们有请挑战者 一个点 一条线 一个面 一纸光亮 便得洞天 大丸之井 宏大空间 我的思维如按时而笔下 精巧的矛盾空间 看似荒谬 实则步步为盈 打破二维三维规则边界 异次元发力遐想连篇 又如神奇的莫比乌斯环 看似不经意的180度翻转 却颠覆了整个世界 生活中在错综复杂的立交桥 常人看着眼花缭乱 我却能一眼拆解出方向 靠的就是极强的空间感 为了国家的荣誉 我要代表中国战队出战 你好 你好 活红活活的女生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罗音 今年22岁 我来自香港 今天我来是挑战一个人的 我想挑战超新兴男孩 陈志强 超新兴男孩陈志强 陈志强 陈志强 有没有想到我们的挑战者 是来专门挑战你的 其实我想说 你是不是来挑软柿子捏的 为什么说你自己是软柿子呢 因为我是小孩 只是觉得挑战国际战队是一件压力非常大 很艰难的事情 我可以代替你来完成这件事情 口气很大 他要代替你来完成这件事情 你的回应是 我想要让你知道小孩不能小乔 哎呦 哎呦 好 好 志强 你既然迎接了挑战 请你取下最强大脑 荣誉信张 到舞台中央来 有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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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小小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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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志强请将荣誉信张交给多多位 加油 欢迎你 尽管我们这个舞台对你也不陌生了 那么也还是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陈志强 是潮信心男孩 今年15岁 来自南京 是一名高一的学生 哎呀 我想问一下小罗 你对他挑战的项目 就上一次 已经播出的那个挑战项目 你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觉得星际迷航 确实是一个挺简单的项目 因为它只是两副对称的图形 你通过一小块一小块区域 进行对比的话 很容易找到那三颗消失的星星 所以我觉得小四老师说得很对 这个项目的难度分 其实挺低的 我就罗英一上来就说 他是来挑战陈志强的 他觉得陈志强比较弱 那可能是小四的粉丝吧 小四老师和我也说过同样的话 其实我是不是很赞同他的想法 我觉得陈志强从刚开始到现在 一直被打击 对呀 现在会不会有点信心薄弱动摇 其实不会 因为我觉得我能力在这里 并且我来到这个舞台 加入了中国战队 我也可以用能力来证明自己 我有资格能够和国外的选手PK 好 好 好 罗英你是带一个什么样的挑战项目 来迎接 陈志强的 新春窗花 新春窗花 231个花纹差异甚小的展开窗花 231个与之花纹对应的未展开窗花 两位挑战者限时30分钟 仅仅观察231个展开窗花 随即在脑中推理出 与之对应的未展开窗花的形态 夹品在未展开的窗花中 随即挑选出三个 各剪一刀 使其发生细微变化 两位挑战者通过推理 在打乱顺序的231个未展开的窗花中 找出哪三个被嘉宾修剪过 正确率优先 正确率一致 则又是短者获胜 大家看到 在我的后面这三面墙 包括我的右手远端的 这第四面墙 就是展开的窗花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窗花的差别 是非常非常细小的 比如说49 50 51 52 53到54 你可以看到这些窗花有区别 但是如果不是认真看 或者专业的人士看的话 这些区别有时候是很难找出来的 好 四位嘉宾 你们如果看监视器不够的话 可以上窗花墙来进行观察 231个窗花如果光靠记忆的话 记忆量非常大 而且它们之间的特征非常小 相互之间容易混淆 窗花有一点再进入到微观世界 越小的东西观察起来越难 好 桃子 第一眼看 如果你就这么贴着 这样在隔壁比对的话 其实不难 你去看它的留白部分就好了 但是这是展开的 对啊 我们要它们记得是合起来的 这个就有很大的困难了 其实有几个难点吧 就是说已经展开的 对 然后你脑子里想象出来 折叠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要花时间的 就不是看了这个东西 我就能立刻想出来 折叠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只留给它们 这么少的时间 你知道231个善变 就是非常大的计量 更变态的是 我们知道后面还得再捡一刀 对 对它的能力的要求 就非常的高了 好 那么罗英 有把握 战胜是强吗 有 有 有 志强 有把握捍卫你的荣誉吗 有 还有 我想说 我赢你挑错试子了 你挑错试子了 那我们就比比看吧 好 两位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观察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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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发现罗英的观察能力 跟这个王宇恒也非常地像 就是他们观察速度非常地快 就是一列一列地往下扫扫扫 感觉好像是在扫描而已 《窗花》里面的细节很多 当我在推理的时候是很容易毁销的 而且当我看到罗英 他观察的速度那么快 我心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虽然对手来势汹汹 但我绝对不会轻易认输 我要证明自己 证明给所有人看 尤其是给小四老师看 在现实30分钟的观察时间内 罗英进展迅速 而陈志强则相对缓慢 面对这由231个窗花组成的 超难挑战项目 究竟是来势汹汹的罗英 踢馆晋级 还是饱受争议的陈志强 未免成功呢 好 观察时间到 请两位选手坐上 风风标志508挑战 节奏 好 我们现在有请陈欧 陈子张教授 上来分别挑选一个 未展开的窗花 在民间艺人的协助下 对窗花进行一刀的修剪 剪完之后呢 交给科主进行复制 留待验证师使用 选手找出的窗花 如果与这剪后呼应件 完全重合 代表答案正确 最后请科主将修剪好的窗花 放回文统原先的位置上 现在嘉宾已经出题完毕 为了给两位挑战选手 增加难度 并给挑战项目提供干扰 所以我们请各位队外 打乱折叠窗花的顺序 现在我们看到 多个多位已经把三个 经过了选择 同时也经过了 细微调整的窗花 打乱地埋入了 231个未展开的窗花之中了 那么我想三位评审 你们现在还能找到 你们刚才所挑选的那几个 找不到 折叠的窗花吗 找不到 好 那么请科学助理 将两位代致挑战区 好 请为两位挑战者 摘下耳机和眼罩 用脑时刻 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在观察机的时候 罗音的速度特别快 所以我想在答题的时候 提高我的观察速度 这样才有可能获胜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小朋友很快写了一个答案 看来这小朋友是不能小瞧 我就是找到一个 就先写了一个 如果他看到我写的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我当时已经找到两个了 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就还是自己找自己的 我当时就想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日常第一个答案是 只用两分多钟 但没想到第二个答案也这么快就写出来了 当时他写第二个答案的时候 我第三个窗花还没有找到 所以就有点紧张 在这四十分钟的挑战中 陈志强表现出与之前观察时截然不同的状态 进展迅速 快速写下了两个答案 然而 罗音虽然也已经找出两个 却因为策略原因迟迟未动笔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罗音能否迎头赶上 而陈志强又是否能迅速找到第三个窗花 抢占时间优势呢 在找最后一个窗花 我那时候是十分紧张的 我怕可能是我在第一桶或者第二桶 很上的时候有什么遗漏 你以后的动作就难的 我能看到监视器里面 是不是动得很少一个东西 我可以写市场 稍微有一均钱 我可以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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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roken Theatre 在这个实缩方式 我们下车坐在我们的 对象 选手陈志强 作答完毕 用时23分15秒99 我没想到陈志强这么快就按0 然后我觉得看他的表情 好像对答案不是很确定 我看他三个答案写完了之后 也没看一下 我说这小孩挺自信 可能是为了想时间 当时我觉得他既然那么快地 拍了答案 应该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我还是选择了 先确保自己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手罗英已答题完毕 用时27分50秒99 那么现在呢 请两位选手来到舞台中间 好 那么请客家助理将封存的 批误改后的未展开的窗花 复印件暗示取出 报告完毕 主持人 那么根据我们的规则呢 我们就按照用时比较长的 这一方开始 请客主告诉我 罗英的答案 罗英的第一个答案是 一面墙的A21 一面墙的A21 请科学助理取出A21 好 我们来看看用时比较短的 智强这边的第一个答案 选手陈智强的答案是 一面墙A21 一面墙A21 答案是一致的 好 请科学助理将未展开的窗花与窗花复印件来进行比对 完毕 说明我们两位选手的答案是正确的 好 那么为了验证的严谨性呢 我们就请科学助理将选手的答案上的覆盖 撕下 0 4 5 那么我们选手所挑选的这个未展开的窗花 跟展开的窗花是否能够做到完全对应呢 好 我们来比对一下 这个选手所挑选出来的窗花 这是我们在窗花墙上展开的窗花 我发现了 在这个地方 评审实际上补了一短一长的两刀 第一轮的比拼当中 大家呢 打成了拼手 1比1 接下来我们验证第二轮 我们依然从用时比较长的罗音这边开始验证 请告诉我罗音的第二个答案 选手罗音的第二个答案是 二面墙B12 二面墙B12 我们请科学助理取下二面墙B12 好 我们来看看又是比较短的志强这边的第二个答案 选手陈志强的答案是 二面墙B12 二面墙B12 白志 比赛太激烈了 好 以我们创华的复印件来进行比对 那么我们看看是不是嘉宾补剪的这一刀跟我们刚才留存的这个补剪的复印件之间是从何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开始 来 完全综合 可以说是两位的答案 正确 同样的呢 为了验证的严谨 我们依然把我们选手所选择的编号撕下 218号 好 这是选手的答案 这个是我们在窗花墙上已经展开的窗花 我找到了 在我们的花的瓣上都补了一刀 到第三轮的验证 形势就会胶着起来 因为前两轮两人的答案一致 如果在最关键的第三轮 两人答案依然一致 那么用时较少的陈志强将获得胜利 第三轮验证的情况 到底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陈志强的答案 选手陈志强第三个答案是 二面墙一二十 二面墙一二十 如果答案是一致 不管是否正确 最终的胜方是陈志强 罗英 我相信 你的答案会不一样的 来 告诉我 罗英的第三个答案是 选手陈志强的第三个答案是 选手罗英的第三个答案是 二面墙一二十 二面墙一二十 最后的生存方式 陈志强 祝贺点 真棒 好 为你精彩的表现 也表示祝贺 我的心脏只要跳出来了 来 桃子 请问一下罗盈 其实你跟他的时间 大概差四分钟左右 事实上那个时候 你只是在复查吗 还是 是我已经找到这一面墙 但是最后写单的时候又忘记了 所以又回去找了一遍 可惜啊 就是一紧张就忘记变好了 罗盈 我想听听 你怎么评价陈志强 我觉得他实力还是蛮强的 就是不应该用年龄 来衡量这个能力的问题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打住 来 请哦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你们两个人都征服了我 真的很厉害 虽然最后我看罗盈 但最后从表情看得出来 可能有些紧张 因为最后的时候 不管怎样 你们都是今天舞台上的望者 哎呀 那棒 好 对 有一个我插一起 就是今天你表现得非常棒 其实把陈志强逼到 只差几分钟的差距 而且其实你是说 忘记了一个号码 结果回去找 如果不是策略的问题的话 撸死水手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要说的是 陈志强当初玩那两个 完全一样的星空的时候 他不是像小四说的那样 去一面一面地去早茶 他用的是立体视觉 所以我在台上已经说过 小四他有不同的看法 我很尊重 但我们科学家团队 其实在设计项目的时候 其实充分地考虑了选手的能力 对我们来说 我们还是尽自己的权利 用专业知识去找最强的人 所以这点请你们放心 对 好 在这个舞台上的挑战是很残酷的 当然这不是唯一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的残酷的挑战 我们非常感谢罗英 能够正视自己的人力 勇于来挑战 他的目的是为中国战队 在未来的国际赛当中 找到真正的勇者 我们为他的这个精神 再次的鼓掌 我们也欢迎将来有机会的话 罗英 重返战场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 加油 也许别多的冲战 加油 虽然我这次失败了 但是我今后还是会持续关注这个节目 我希望中国队的队员 都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恭喜志强 换卫了自己的荣誉 守卫成功 那么我们接下来请 都得会把最强大脑荣誉新章 还给志强 来 无非人 恭喜志强重返中国战队 你同样有机会来争夺 全球脑王的奖杯 请你做回 分开属于你的东欧标主灵霸 荣耀曲奏 接下来我们有一位神秘的人物 在大家喜庆的日子里面呢 来到了咱们这个舞台 他是谁呢 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 那就是我们来自好莱坞的功夫熊猫 阿宝 好 哎呀 这个谢谢谢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还那么客气给我们很多的礼物啊 这个礼物是要给谁的 哦 给嘉宾的 来 我们把这个礼物给嘉宾朋友 谢谢阿宝 谢谢阿宝 好 那么现在呢 咱们高属熊猫呢 给各位评审奉上的呢 就是他专门带来的大肉包 这也是我们阿宝啊 特别喜欢的 正是因为他吃了大肉包以后啊 才念旧了一身的功夫啊 那么这个你们吃的时候 有讲究到哦 里面会吃到好口彩哦 谁吃到了 好 陶子吃到了 陶子你吃到什么 柴园滚滚 柴园滚滚 好 祝福大家这个心想事成 然后呢 希望大家跟阿宝一样的可爱 但是不要有他的体重 好 为了让阿宝能够继续保持他一身的功夫 那么请你暂时地到柴园滚 去吃个包子好不好 好 哎呀 太重了 我也得扶一下 那么今天来挑战跟包子有关的 这个项目的人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 我妈妈的话 在我出生之前的话 就已经患有病了 然后我爸也自己出去打工 赚一些钱回来 但是也不能够支撑我妈的医药费 从小到大 我都是要靠我舅舅来照顾我 他一直花钱跟我读书 然后还告诉我 成功是要找到自己感兴趣 而又有天赋的事情 在发现技巧之后 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能够从一个窗户的管理员 升级到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我曾经以为像我这样的大专生 在这么激烈的环境下 绝对不可能像舅舅那么成功 毕业最多就做一个公司打字员了 直到有一天 我接触到了学校的脑力协会 发现经过训练之后 我的脑力竟然可以远远超过长远了 舅舅知道之后 他非常支持我往这个方向发展 并鼓励我去参加最强大脑 就在这个时候 我父亲他突然重病住院了 有点害怕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不在了 现在可能对于我来说 他许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我不得不做出退赛的决定 但是我舅舅坚持不让我放弃 他甚至比我更加珍惜这次的机会 如果没有我舅舅的话 可能我整个人都会崩溃下去 舅舅他一直都是我心中的榜样 我希望能够在我舅舅面前 证明我自己 希望在我父亲的友生之内 能够最后一次机会下 能够让他看到不一样的我 我们有请挑战者 你好 来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黄胜华 今年23岁 来自广东江门 欢迎你 胜华 你好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看过很多不同的选手 那大部分选手的压力 其实是来自于在这个舞台上 有那么多的欢呼声 有那么多的灯光 摄影机 那我觉得胜华来之前 其实他家里面 可能爸爸的病 就让你非常非常的担心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心 让你还是走上这个舞台 也是很犹豫 毕竟最想当倒这个机会 也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我舅舅他知道 我这样的心情之后 他就告诉我 你安心的去准备这个节目 人生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爸爸那边 他就会全心全意地去照顾 让我能够放心地 去准备这个节目 所以我是在我舅舅的支持下 才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那你要好好加热 好的 谢谢 张教授 刚才我看了你这VCR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 这个小的时候呢 我也是在农村 我当兵之前 我就没穿过一件成衣 都是我妈妈给我缝制的衣服 没有见过苹果 到部队一当兵就到烟台 全是苹果 就人生啊 其实有很多的机遇 有的时候你碰对了 一个机遇就上去了 所以今天这个对你来讲 就是一个机遇 还有一个呢 人生有时候会碰到贵人 你舅舅就是你的贵人 有可能跟你指向一个新的 非常有前途的道路 希望你今天好好的比赛 好吧 转变你的余生 谢谢张教授 谢谢 那么你要挑战的项目是 我要挑战的项目是 阿宝的包子铺 阿宝的包子铺 时无止境的功夫熊猫 阿宝传奇归来 带来他最喜爱的包子 变身最萌出题人 现场面点师傅 捏制出100个生包子 嘉宾从中挑选两个 挑战者观察后 面点师傅 对这100个生包子进行争执 争执完毕 挑战者从100个熟包子中 正确找出当初嘉宾 所选包子中的一个 挑战成功 那么到底 争执前的包子 跟争执后的包子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请看 好 你看这个争执之前呢 在他的下端 有一个褶子 但是争执以后呢 你看 他膨胀了以后呢 那个褶子也已经没有了 如果我们这位选手观察 把那个褶子也作为观察的因素的话 那么在争执之后呢 他就没有办法 通过争执后的包子 去观察出来 注意 我们嘉宾给他挑选观察的是 争执前的包子 马上就要迎接挑战了 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请上东风标志508挑战杰作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台上的四位专业的师傅呢 已经在和面了 那么大家即将看到呢 是我们民间制作包子的 整个的流程和程序 所以请四位评审 也来上来观察一下 包子的制作过程 我们每个包子的制作呢 是非常的讲究了 我们有统一的规格 那么师傅呢 会在每个包子里头呢 包上几乎是等量的馅儿 大家注意到了 师傅会捏那个褶子 褶子呢 一般来讲差不多是18个左右 每个褶子呢 占20度的夹角 主持人 为什么它的盘子上面有 符啊 瘦啊 是说 好问题 你刚才不是吃到的 那个硬币吗 对对 硬币 对 我们接下来挑战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把符 瘦 会放在包子里面 对 如果放在里面的话 包子的形态会不会改变 少大一点线 所以就情创力不会跟它改变 对 这两位师傅 他们之间包的那个样子 会不会有差别 这包子和包子的区别 其实挺小的 因为师傅们手艺得非常不错 他常念的经验 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就跟机器包出来一样 好 我们几位评审呢 已经观察了一下 这个包子的制作过程 陶子 什么想法 我在那边觉得 Dr. Wei在这方面 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少男 为什么 他一直怀疑人家包子里面 这个折子会不会不一样 又会做什么手脚 或者是放了一个字进去 会不会不一样 事实上那个包子皮 其实还蛮厚的 对 所以其实应该从外面 除非有透续眼 要不然真看不出来 我以为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有差别 但其实差别也挺小 你可以看一下 对 这两个师傅 都是一个师傅嚼出来 张教授 你的观察 我今年做电视23年了 他们现在把我二三年前的照片翻出来 跟我现在比 原来没褶 现在全褶脸上 对 跟他不一样 就认不出来 所以这个难度还是 对选手来讲还是很大的 好 主持人 98个生包子 一直做完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师傅还要包最后剩下来的两个包子 那么我们就要请师傅呢 把福字牌和寿字牌包进这两个包子当中 有请师傅 就算是对 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一样的包子当中 就算了 看下来 就算了 我们下来 看下来 再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已将符合秀两个字包入包子中 好 现在我们请科学助理将这两个包子拿到观察台来 盛华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请到我身边来 好 根据你们对项目的规则及难度 那么现在请你们同时打出预判分 好 一共给你的分数是 15分 好 浩子 你是这个舞台上见证了很多优秀的选手 你为什么给5分 因为我现在又要刺激一下我们第二线长的几位队长 你说像是王玉衡 其实他看的是静态 对 而且水放在那里还是水 他并没有蒸发或者是加入其他的东西 这个题挺适合我的 如果要是挑战不成功 我可以下去试一下 那但是呢 因为这次盛华他要看的这个包子是生跟熟之间的差别 体积发生变化 所以给他5分满分 好 张教授 刚才师傅在包的时候呢 我都进行了观察 包的都一样 所以这个难度还是很大 难度很大 来 走 其实开始说过我是一个为天赋论的人 对 但为什么我今天给他5分 是啊 我希望你走到最后 就这么简单 好 真棒 你如果挑战成功 15分归你 但是是否能够成功晋级 取决一 都得为给你打错的难度细数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观察 开始 手工包子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每一个包子都不一样 有点像我们过去的一叶一菩提 我观察的这个包子我是看不出来 选手观察的时间有点超乎我的意料之后 都花了非常长的时间 观察了两个包子 可见对这个项目对精准记忆的要求非常高 这个包子我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分解 上面中间还有下面 还有前后左右的不同的一个角度 我把这些区域都提取一些特征出来 然后再把它组合在脑海里面 对一个包子的话进行了一个记忆 我已经观察完毕 好 我们请科学助理为他带上防干扰耳机 有请 我们接下来呢 有请科学助理将观察台上的两只生包子 移到我们的操作台 由师傅们来跟其他的98个包子混争 好 谢谢师傅 我们请陈欧上台 将这两个小阵容与其他的98个混在一起 嘉宾将包有自排的两个包子 混入其他98个包子中进行争执 随着蒸笼里香味四溢 选手将面对的将是前作未有 却又年味十足的超难挑战 而他又是否能够沉着应对呢 主持人 100个包子已制作完毕 好 那我们请师傅呢 把蒸熟的100个包子呢 依次的放置在操作台上 有请 好想吃啊 王胜华 准备好了没有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用脑时刻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开始 这一期材料 那个包子正好之后才开始观察的 所以它这中间的话 可能已经隔了有二三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这对我的一个记忆的过程也是有点影响 它第一个梯子就拿两个出来了 运气这么好都在第一体里 在观察的时候遇到有一些非常明显 我知道不是的包子 所以我必须先排除了那些形状改变非常大的包子 之后我才能够对这些怀疑的包子 再进行一个确认的判断 这样子对我整体的一个判断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你看它那个针外有全都糊成这样了就 上面那个完全粘在一起了 这个针笼是新的 所以它上面会有很多的水分在上面 那个水会滴到包子的皮上面 使它原来的皮不只是膨胀了 而且还变糊了 这对我一个判断的话 造成一个极大的一个干扰 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了 它好像还没有任何头绪 我非常担心它今天是否能完成挑战 它这样看我刚才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它有可能还完全回来看一遍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一开始 观察的时候时间长 就有可能是一开始那两个包子 特征可能它觉得有点不太有把握 看包子的时间呢 比我想象的要时间长 我原来以为被那包子蒸出来之后 它看个两三分钟 我就等着吃包子 那不会再往回看一遍吧 我觉得有可能 之前有王玉衡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看水是这样的 就是看得非常快非常快 他觉得不适手他就掠过 但是黄胜华看包子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 他到底行不行 因为我之前受到的一些压力 精神方面的压力会很大 所以我在不断地努力地调整 我自己的一个心情心态 让他在我脑海里面比较完美地呈现出这个包子原来的形状 我们科技家在设计项目的时候 其实特别担心是否有人能够真正完成这个挑战 如果黄胜华失败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挑战的难度大大的超过了常人的极限 其实这次来的话 我是抱着一个破释神州的一个心态来的 不管他有多难 我都要争取把它完成 能够证明给我爸爸妈妈还有我舅舅看 好像找到了 出城我已经观察完毕 好 因为根据我们比赛的规则 你必须观察两个其中对一个 所以我再问你 确认吗 确认 确认 好 请科学助理将黄胜华选出的答案放至观察台 好 我们就开始验证 首先验证 离我比较近的这个包子 如果包子里面含有 节日祝福文字的铁牌 就算它回答正确 开始 别转 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 这个铁牌跟这个符字呢 是一一对应的 非常了不起 挑战成功 我们接下来还剩一个 因为你已经挑战成功了 你可以选择继续验证 也可以选择放弃不验证 继续验证 继续验证 打赞鼓励一下 多可乐位 你去看我的吧 反正他已经晋级了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了 我来验证 您是真饿了 你确定里面有铁牌 我就用劲小一点 应该有 应该有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要不要牙崩了 小点 阿姨 慢点 慢点 咬不下去了 咬到了 咬到没有 很余汉 狗鱼爪 正式 好 好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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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每个报纸独一无二的 它很多都是这个报纸有 那个报纸也是有的 所以我要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才能够判断出 这是不是我要刚才观察的那个报纸 来 我开始看我觉得感觉是特别难的 我觉得我就五分给的非常值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后天练出来的 你还是个天才 哇 谢谢 今天这么难的项目他都完成了 我觉得在他的心里应该 其实要非常感谢那位贵人就是舅舅对吗 是的 现在成功了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舅舅说 我想对对舅舅说 今天我在这里算是成功了 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二十多年来对我 还有对我爸妈的照顾 如果不是因为你一直的支持的话 我可能就没办法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可能选择是另外一条 结缘不同的人生道路 所以真的很感谢舅舅一路对我的支持 我们就请出舅舅上来 来 华仔 恭喜你 其实为了让选手正常地发挥 舅舅多次地告诉我 我来 你们不要告诉他 我坐在后面的那个角落 你们也不要把摄像头对着我 直到成功了以后 你们要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影响他 掌声再给舅舅 谢谢 谢谢 这么多年来其实按道理来讲 孩子最主要的靠山还是他们的父母 对吗 所以舅舅为什么你在关键的时候 挺身而出 担当起他的很大一部分重任 真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做人 人性就是这样 遇到你有机会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你没想过什么回报 或也没想过什么目的 就是尽自己的能力 让他正常地成长 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 其他你问我还有什么想法 真的我受不出 这个想法就是最真实 最伟大的想法 我想问一下 舅舅有自己的孩子吗 我有一个女儿 我也当他是我的亲生儿子一样 我相信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已经临近春节了 爸爸估计也从医院 可以有机会出院了 所以呢 爸爸不知道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 跟爸爸说一句话 爸 我今天成功了 我希望你可以很高兴 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 我可以看到一个有七色的我 方笑 我多谢您多年来的照顾 好 谢谢舅舅 谢谢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 那么刚才给你打的分呢 是15分 你是否能够成功地晋级 当然也要接受非常非常理性的 Dotaway给你多少难度 细数分的检阅 所以六个核桃 最强大脑 Dotaway会打出多少的 难度细数分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折 三折 两折 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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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一百三折 成功进去 好 Dotaway给他打出的难度细数分 也是非常的高 九分 为什么 我们平常人其实以前都碰到过 这样一个挑战 就是一人是一个熟人 对 他以前是一个瘦子 帅 但是长胖以后 你可能连他人都认不出来了 是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其实我坐到这个科学评审的位置 本来这个位置不是我的 我们科学家团队里面有别的科学家 他们其实可能更资深一点 更适合坐这个位置 是 但就是他一长得挺帅 就后来就是长胖了 OK 我就说我们平时碰到挑战 知道 如果人长胖的话 其实是个同比例的长胖 我们还是有规律可行的 但这个胖子从肝胖子睁开以后 变得形状的差别 那变化太大了 是 所以他今天能够从这么多肝胶 效忠地把胖子走开 借助的是非常细致的观察力 精准的记忆 和强大的推力能力 是 他就是我们中国战队需要的 最强大的 好 那么 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选手挑战成功的喜悦 现在就给观众朋友们发包子 好 我们也借包子的寓意啊 借祝贺大家的团团圆圆 圆圆满满 冲冲实实 过一个新年 可以了 好 那么 竞技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就请陈欧 为我们的选手 佩戴上最强大脑 荣誉心脏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你登上 中国战队荣誉殿堂 去吧 我相信我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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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强 好 恭喜你成为中国战队的一员 有机会来争夺全球脑王的奖杯 请你坐上东风标志508 荣耀节奏 我相信我就是奇迹 我相信我就是奇迹 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从小因为一些缘故 比较自卑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电视节目 超乎寻常的紧张 心跳不断加速 怎么办 好紧张 很怕影响发挥 我之前在心里已经无数次预演过上场的场景 但我仍然害怕 科学是我唯一评判标准的多特位 和精明严苛的陶子姐 问我一些答不上来的问题 即将和评委交锋 压得我快喘不过气 幸好在上场前 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希望他能够帮我克服紧张情绪 挑战成功 战胜我自己 我们有请挑战者 欢迎你 那么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徐灿林 今年27岁 来自广州 幸福大家百个祝福里 祝大家圣灵快乐 圣台均衡 三圈七圣 好 为什么带一个面具上来 就是可以舒缓一下紧张 舒缓一下紧张 所以你今天打算整场比赛 都带着这个面具吗 是的 说真的 开始我在后台的时候 我看到你了 我也很紧张 我看怎么有个人比我还紧张 就哪怕到今天 我录了很多节目 上很多的电视 包括面对一次员工的时候 在上台前一刻 我都是非常紧张的 但是我觉得这紧张不是坏事 因为紧张 让你心跳加速 让你变得更加兴奋 让你更快进入状态 所以我非常希望能看到 你能取下一个面具 能够真正地去面对自己 因为当你战胜你自己的时候 你战胜全世界 其实对很多普通人来说 第一次上台 很多摄像机对着你的时候 其实都紧张 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我也非常紧张 我现在还紧张 对 肯定是有的 但是徐三宁我问你一句 刚才在VCR中 你说你比较自卑 小时候什么事情 让你会变得自卑起来 比如说我从小的时候 是很瘦小 然后先天可能就不足了 而且我说到就是比较内向 导致很多心里的话 是不愿意跟别人说的 所以积压下来可能就会 别人说的一句话 我就会很在意 在意到小学 小学一年级的事情 我还到现在还记得 比如说我小时候的反应 我觉得是挺快的 一说我的名字 徐畅什么我就知道了 但是很不巧 班里面有一个名字很相似的 也有徐畅的 他念了我的名字之后 然后我就站起来 结果不是我 然后就说了一句 又不是叫你 你那么聪明干嘛 其实他的故事 其实告诉我们就是 小时候家长或者老师 对待小孩的时候 教育的时候 有些话 我们责备的话 可能是无心的 但是对小孩的心理 有非常大的影响 特别小孩 他本来就 性格内向和敏感的时候 所以对我们教育者 也是一个很深刻的启示 那么告诉我们观众朋友们 你今天要在这个舞台上 挑战的项目是 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今天挑战的是大轻衣 轻衣 中国戏曲中淡行的一种 因所扮演角色 常穿青色褶子而得名 轻衣服装取色素雅 唱功繁重 快时吻慢时紧 一拼一笑获为讲究 帅草莲 横向万景 半城流色 半生地 光江绿 拉作红鱼 满座鱼 我们说好不分离 要你一直一直在一起 就算与世间为敌 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今夕何夕 清草莉莉 我们说好不分离 这一段让我们看得感慨万千 不管你怎样的如花美眷 也敌不过似水流年 慕然回首 一过就是百年 所以这一位你的任务来了 她实际上要穿越回两百年前 观看三十位的轻衣女子 而且看她们手指 手帕来进行表演 然后她又要穿回到现代 根据一方的手帕来回忆起 相应的轻衣女子的相貌 并且从现代水流所造成的蘑菇影像当中 去成功地找出这一位轻衣女子 那么我身边的这位轻衣女子 大家仔细看一下 她的妆容非常的精致 你看这个圆的地方叫小弯 上面的镶嵌的这样一个饰品叫做泡子 而且她的脸颊有贴了两个片 那么这个是水秀 我为什么讲这些细节呢 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三十个轻衣女子 在这一些妆容上都是一致的 所以在最大的程度上 去给我们的挑战者增加她辨识的难度 逆子 你现在可以走了 谢谢你 好 那我们选手呢 要看的这个模糊水影的图像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请看 大家看到啊 这个我左手边的电视机强播放的就是三十位轻衣女子 两百年以后啊 现代妆的影像 那么这些影像呢都是素颜的侧脸 并且呢有模糊的水流作为干扰 给选手在挑战过程当中呢制造一些难度 这个项目非常的难 因为有时候连我回家卸妆卸完之后我都不认识我自己 女人化浓妆这个与否 其实对于她的面貌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 尤其是在这些京剧里面他们会去扩大比如说她的眼线眼影 这一大块你几乎没有办法看出一个人原来眼型的大小 张教授 就你们聊天我在网上找了找了几个这个照片 这这一位是没化妆的 这是化妆以后的 他们是一个人 这都是一个人 这都是一个人 这是网上挑的 你从那个样子再回忆他这个这两个关联性两百年 太难了 我这最后问他句话 马上也开始你的项目了 你确定还是不会卸下你的面具吗 是的 他有可能会影响我给你打分 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顺利挑战这个项目 那这个面具有助于我发挥我的正常水平 所以我不在 你戴不戴面具不会影响我的打分 因为我是对你的项目难度打分 戴面具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帮助他克服自己的紧张感 我觉得这是可以允许的 关键的时候到了 请三位评审 同时根据项目的规则和难度 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12分 好 我现在问一下三分的陈欧 感觉是觉得这个项目不是特别难 我们做化妆品的一个本质就是看清楚女人她卸妆和素颜的样子 先生男性会对异性有感知 所以第一反应我是觉得不是那么难 第二点他是去代表中国队去参赛的 是 我们知道所有的顶级运动员 他们在训练时候的能力差不多的 但是最终站上国际大舞台的时候 抗压能力和这个座的表现能力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原因我表示我的公平 我给他三分 好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请出三十位青衣演员 有请他们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风到一末才寻成棱甲 动力下 突然把干冰给放出来 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我觉得这会额外的造成一些难度 因为青衣出来出来有些效果 然后就放了这么多的干冰 我觉得干冰不但是有烟雾的效果 遮盖了 同时还抢 所以我觉得对选手来说 这个观察真的很难 场上的干冰 一分钟左右才慢慢散开 这对于我的观察记忆来说 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看起来说 我看起来说 素白狗乐出情话 被风浓转淡 平成描绘的木炭 一如你竹窗 懒懒谈香 突过窗 心识莫了然 裙子上就比只只可一般 有些人忘记忆 有些人忘记忆 他们的队形变换太快 我一排没看完 另一排又上来了 你会发现这些轻衣女子 展示手帕的时间非常短 这就非常考验选手 记忆编码的速度 在观察中 无论是现场大量阻碍视线的干兵 轻衣演员快速变换的队形 还是展示时间极端的手帕 都被选手观察 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而面对这冲冲干扰因素 选手究竟能否成功完成挑战呢 好 观察时间到 现在我们请徐山林请上 东风标志508挑战杰撞 现在我们请陈欧为我们出题 请在30个轻衣女子当中 挑选一个轻衣女子 一方手帕作为信物 然后呢 放在观察台上 有请 其实当时第一眼呢 我的感觉是觉得这个项目不是特别难 这些轻衣啊 它化妆是化的同样类似的妆容 但是还是有些近一点啊 尤其是脸型可静 主持人 手帕已准备完毕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请其余的29位 非常专业的轻衣演员 下台暂时休息一下 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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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陈欧所挑选的 这一位轻衣女子到卸妆台准备 有请 好 三菱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请到观察区 观察手帕 最后放了吗 好 最后掌握区 看我 什么会 主持人 我观察完了 那么我们就请挑战者 回到挑战以上 接下来我们请点亮电视墙 用脑时刻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开始 看了水墓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项目比我想难很多 因为水墓意味着 你能够唯一看到清晰的信息 就是它的脸型 而且是侧眼 我加了水帘以后 其实又掩盖了一部分的颅廓信息 那半张脸的侧脸 又再加上那个水波纹 一直在干扰 它大概就几几乎就是 偶尔就突然来一个清晰的鼻子 水又下来了 所以难度非常非常的高 面对这么大的水墓墙 我的方法是 先从整体上做判断 根据他们的身形和仪态 来做一个初步的筛选 接下来我通过对清衣女主面容的回忆 把范围缩小到脸部轮廓最相近的几个 之后我通过不断比对 通过水墓观察出五官的细微差别 并用想象力在脑海里组合起来 找出最近似的答案 主持人 我已经锁定第二排第五列 你确定吗 确定 确定 好 我们请卸妆区的清衣女子开始 卸妆 史上最残酷的项目 我从没有看过女人卸妆 没有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下卸妆 拥下卸妆 半冷半暖秋天 云天在你身边 静静看着流光美雾 那风中一片片红颜 带出一抹一浪的缠绵 那么关键的时刻到了 我们先请青衣女子到舞台中间来 有请 接下来的关键的时刻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素颜影像中的那位现代女生 转过来的脸是什么样子 来看 要旅游 早途牛 牛人战线 品质游 广告期间别走开 打开微信摇摇 途流现金红包 领不停 看最强大脑 选牛人专线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精彩稍后继续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由核桃物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侧面高度相似 但是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一看 来 转过来正面 回眸一下 正确 恭喜你考核桃提供 我们还有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完整地看一看 二十九位轻衣女子 她们悄然回眸 给大家看的那个正面 是什么样子 起开 谢谢她们 谢谢她们 谢谢 我们也谢谢这位清雨的演员 谢谢你 谢谢 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是男性的观众朋友 受到的惊吓比较多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那刚刚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眼睛 这个用乳液这么一弄就黑了 你们平常都这么黑吗 因为京剧她们用的那个化妆品 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油彩比较浓 油彩比较浓 而且她用的那个厚度 可能也是我们一般的三到五倍 所以整个要卸下来更是痛苦 对 那但是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灿林可以去从这么浓的妆 找到这么素的盐 这个你到底观察的是哪里 你怎么透过那五六层找出她的 就主要还是看气质 看气质 就是确实有些脸大脸小嘛 就其实画了妆也会看得到 然后一些轮廓的话 还是可以认得出来 我觉得其实挺难的 就说真的是当她最后卸完妆的时候 我和大叔一看 是 我是最后一刻发现沉坠了 所以我就很厉害了 尤其是水墓 有水墓没水墓 是完全两回事 对 我觉得你把你的微信公布出来 让我们全天下所有男同胞加你 谁要是相亲就带上你 绝对不会被坑 好 我告诉你 我记得2009年 有一个英国的狙击手 他为了打那个塔利班的那个头子 在一个房子上 他隐蔽了三天 2600米一个集市上 一帮子人 出来的那个小子 那就是那个塔利班头子 轰 这样脑袋中间开放了 而且一枪毙毙 就是你这个脸部识别 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你到公安行政部门去 那就太厉害了 你犯罪分子看到我们这个节目 那就是胆战心惊了 好 六个合道 最强大脑 DOTA位 会给你打出多少的难度 细数分呢 让我们拭目 一带 single foot fences 比阶式 曾经去 能够超过八十分吗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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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结果是 九十两位 恭喜 那就意味着你晋级成功了 我们请求为他佩戴最强大脑 荣誉勋章 恭喜 加油 加油 我希望未来若有天 代表我们国家队的时候 自信地站前面 你很帅的 你很棒 好 谢谢 走 好 各位 你打的是八分 超出我的想象 我以为你可以给他打七分 为什么 两百年前的轻衣女子 和现代的面孔之间 到底差了什么东西 是 首先有很重的妆容 所以他把表面的皮肤的一些细节 给掩盖了 但其实对这个选手来说 他最关键的信息 其实是面目的轮廓 但这时候 你脸上妆容的明暗 其实可以改变我们 对人面轮廓的一些判断 然后到最后提取的时候 那个电视墙 因为前面打了水幕 然后就变得非常模糊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 在去年德国战的时候 我们有一期比赛 就是看面部的侧影 那时候的侧影 其实是非常清晰地画出来的 从这个方面来说 他的挑战难度更大了 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刚才表演的时候 大家就没注意到 每一个轻衣女子 展示她手帕的时候 非常地快 对 你记住了她们轮廓的信息 但是你要跟手帕的信息 进行匹配 快速地记下来 所以这个选手 表现出了推理能力 观察能力 也表现出很强的记忆能力 所以她就是我们需要的 最强大脑 好 小伙子 你成功晋级了 请你登上 中国战队的荣誉殿堂 去吧 我们恭喜你成为 中国战队的一员 也恭喜你有机会参加 全球老王的争夺挑战 请你坐上 东风标志508荣耀 杰作 接下来 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 我们为您揭晓 最强对手 请看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精彩稍后继续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 由核桃乳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曼妞尔利普斯坦 十四岁的德国声音大师 从六岁时开始拉大提琴 十一岁就被科隆音乐学院 破格录取 他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听力 可以把每一个声音 都变成不同的音调 他的绝对音感 让他可以最多分辨 十个同时在钢琴上 弹出的不同音调 他是听力界最具天赋的神话 好 李卫 你怎么看 在第二季和德国对抗中 我们的听音选手 轻松地战胜了德国选手 我相信这一季也不会例外 中国最强的听音选手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加油 好 节目进行到这里 可以讲说竞争愈加的白热化 接下来 到底有怎样的挑战者 在这个舞台上 证明他的脑力 请大家继续关注 江苏卫视为你带来的 最强大脑 感谢六个合同 中文标志508 海岸之家 五六旅游 以及乐视超级手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员 为本节目提供全程的科学顾问 登陆微博 参与最强大脑话题互动 为你喜爱的最强战队加油 赢取节目目的门票 还可以参与互动答题 挑战最强大脑 感谢视频合作网站 登陆微妖顾独斗 爱奇艺 乐视网 腾讯视频 可以观看本节目的精彩内容 你可以关注最强大脑 官方微博进行话题互动 打开新浪娱乐 腾讯视频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通话娱乐 了解节目信息 手机用户可以下载 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 获取更多的选手背后的故事 还可以下载 搜狐新闻客户端 新浪新闻客户端 腾讯视频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 共煌新闻客户端 今日核料一点资讯 扎可新闻资讯客户端 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 你也可以通过 最炫的明星粉丝 娱乐互动平台 大麦麦田 参与互动 赢取录制门票 感谢《倾听FM》 航班管家